无论路途有几遥 人生有几多的挑战 我们都很乐意成为你的同路人 恩与同路人 欢迎再次来到恩与同路人的节目 我是Andrew 今次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有两位的嘉宾 两位的嘉宾 今天都不若而同地做了 牧养人生命的一个牧师的职份 但是他们的工作不是一开始 就是做牧师的 他们都在普罗大众当中工作过 经历过 然后先凌走上一个牧养人生命的牧者 第一位和我们分享的是 是李时鸿牧师 原来他曾经是做过律师的工作的 为什么他有律师不做 去做一位的牧师呢 那我就来到先请李时鸿牧师来说一下 为什么他会 由律师来到转成为一位的牧师呢 而李牧师以前做的工作 又怎样帮助到他 今天作为一份牧师的职责呢 他对律师的工作又有什么体会呢 那我们就先请李牧师和我们分享了 稍后呢 还有柯永冲牧师和我们说他的故事 好 我们先来到请李时鸿牧师 好开心 有机会分享一下 我做牧师之前的专业 我就是在安省多伦多 执业律师十七年 一般人讲到律师呢 就是讲到是香港的方式讲了 律师和大律师 这边呢就这样的 就做律师呢 就是两个的资格已经有了 就是英文叫做solicitor和 barrister 就是事务性的律师和诉讼的律师 那你诉讼的律师呢 有些是民事的 诉讼的有些是刑事的辩护律师 那我本人呢 就是做事务律师的 就是非做诉讼的 那就是会做地产交易 合约 地契 遗族 遗产的处理 公司法 合伙人 家庭法 等等各方面的咨询和办事 做律师呢 最重要的是和那个当事人 就是client 那个信托的关系 就是那个当事人呢 整件事情都是交托给这个律师处理的 他是他法律上的代表 那所以他应该以 那个当事人的最高的权益呢 是为依归 怎么样呢 做到最好呢 那所以说呢 一个律师就是帮了自己的当事人的了 所以呢 一个律师是不能够 也都不应该是帮多个一方面 如果那些的当事人是有不同的立场 或者是利益的上面的冲突的话 那也都因为这样了 所以做律师就是绝对保密的 当然很多的专业都是保密的 但是呢 但是呢 律师和客户之间 那个当事人之间 那个沟通呢 是绝对的保密 好让那个当事人能够是 很畅信的 很毫无保留的 将他的实际的情况呢 来到去讲解 那 很多人呢 有一个误解 我以为呢 那些律师常常都包庇一些 做事做得不好的人 可能有些这样的想法 其实就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呢 是 刚才说了 他是为当事人呢 是做到最好 就是在那个当事人的实际情况 如果是一个刑事 那才算了 是 的情况之下呢 在那个检控那方面呢 有些什么的证据呢 在这个情况下呢 怎样帮他辩护呢 因为呢 我们在加拿大呢 是一个的 无罪推定论的嘛 对吧 就是你未曾是判 是有罪之前呢 是无罪的 那在民事上面 其他的事情都是这样 他是尽量帮自己那方面呢 是争取最好的 那 但是因为律师 也是有他法律的责任 他不能够帮人去犯法的 就是他不能够呢 譬如说 不能够帮人去涂税 不能够帮当事人去做 或者使用假的文件 或者作假的口供 这些全部都是律师不应该做的事 那所以呢 就是 我们都要了解了 律师他是有一定的规矩 要进从这个呢 在他那个专业的守则里面 也都是法律上呢 是有这样的要求的 那他 他那个要尽这个责任 就是小小的题外话啦 新闻啦 就 有两三年前 有一个韩国的律师 他那个客人是做发展一个大厦 就预售很多楼 那些订金就在律师那里 那就是他那个信托户口 信托户口很重要啊 是不能够的嘛 那但是呢 他那个当事人呢 就用他各样的方法 可能是要求他都不定啦 总而言之呢 他结果就是 那个当事人呢 是 他是将那些信托户口的钱 交了呢 是给那个当事人 那房子就没有起乘 那这个呢 就是不合专业的守则 也是犯法的 所以呢 律师在最后都是 除了牌和被告的 那这个呢 就是反映出呢 他不能够是帮当事人去犯法 他有基本上的专业的守则 然后呢 我们也是了解一下 这个的律师这个行业呢 现在是相当的专门化的 虽然呢 一个律师 他做了 有这个的资格之后呢 执了有牌之后呢 各样各样的事都有权做 你甚至一个新出来的律师呢 不单只可以上庭 可以做所谓大律师的工作 甚至呢 去到上诉庭 去到最高法院 如果你有这样的 这个的案例呢 是可以一路做各样 所有的事情 但是事实上呢 正如很多行业啦 都是非常之的专门的 那老老实实说呢 一个律师不能够样样都这么熟悉 这么清楚的 不是常常做呢 是不行的 所以有所谓专家 就是specialist 那这个呢 就不是随便可以用的 是要律师工会呢 说你是specialist 就是才可以用 也都有些的律师呢 他说 我只是做某一方面 譬如说我只是做刑事 或者我只是做家庭法等等 或者我只是做移民等等 他未必是有那个专业 specialist的名号 那个咸头 但是呢 他只是做一样东西的时候呢 也都是对那一满是比较熟悉 有一方面呢 平时没有什么机会去 让大众知道的 或者趁这个机会都讲一下 就是说 一般的客户 一般的当事人 怎样样好好地 来到用得着律师呢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那个感觉就是 律师很贵的 找律师很大件事 不是的 认真非非不得已 虽然不是入官门 上个律师楼 就是最后一着才做 必要才做 那其实是不是呢 其实可以说是刚刚相反过 找律师呢 其实是越早是越好的 如果是事前 你找律师呢 那个律师就可以帮助你 认识那方面的法律 在採取行动之前 做一个决定之前 你了解到法律上面的 要小心的事情 或者是那个后果 你就会提醒提防 如果事情做了 或者发生了之后 都是需要找律师的 但是已经发生了 那些已经是事实了 那就可以说是一个 善后工作 或者是事后的 怎么样去补回的事情 所以其实是越早越好的 做楼买买 如果你已经签了所有东西了 你让律师做 其实他只是照做 照合友做 没有什么地方走产的 当然要跟随法律 了解你的情况 但是如果你在未签之前 有任何的想了解多一点的 或者移民 或者什么特殊的情况 你能够跟律师谈 那当然那个谈谈是有费用的 但是是大大帮助你 是有最好的合约 或者是适合你的情况 怎么样做 或者什么事情不好去做 等等 那这个是可以说 那个咨询费用 其实是最大的 就是更值钱 比你付钱去做 比如他刚才的例子 做楼买买买 那其实更加是有价值 有些人就 他决定了一件事 就以为律师一定 是可以帮他做到 有些是相反 他就只是听 律师说 你说得是否得 其实很多时候 不是那么简单的 我们是了解法律是怎样的情况 怎样应用在我们实际的个案里面 然后呢 任样的做法 都是有利有弊 可以这么说 所以我们如果是能够咨询律师 记住他给的意见 而应用出来是最好的 最后就是 我们如果跟律师聊天的时候 我们是要将我们全部的实况 告诉律师听 不是说只是对自己有利的地方才说 其他的地方不说 否则如果你只是说自己有理由的地方 那时候律师当然说 你可以争取 但是做到的时候 原来那么多的问题 初初你没有说出来的 这样的时候 律师都很难帮到你 如果我们留意以上这些 律师的服务方面 所以对我们是找律师做事是比较好一点 那呢 就做律师的工作 又好像其他工作那样 都是很忙的 也都是有很多的责任 也都是要很长的时间 那如果帮到当事人 是有很大的满足感的 是很感恩的 试过有客户就是她 她说我想离婚 跟我谈讨 那为什么呢 她说我没有了份工 那我就在这里没有什么好做 我就想回香港 去做一份可以有份很好的职业 那但是呢 太太又不肯 又是小孩子 那她不肯离开这里 那怎么办呢 我唯有就想办离婚 那我就跟她坐下计算一条数 我呢 就是呢 你回香港赚多少钱呢 你有什么责任 你要离婚 你要分身家了 你以后也都要 是善养费啦 子女的那个养育的费用啦 那这样 你在香港又要住屋的啊 计算一下她真的呢 虽然回香港好像很吸引那份工作 但是其实呢 看清楚呢 那个事实呢 其实是当她了解那个法律的责任的时候呢 是她这样做呢 不是她初初那个想法的 结果她就打烧了这个年头啦 据我所了解呢 她都是继续 一家人都在教会里面呢 就继续来到去 一个家庭很好的成长 那我呢 这个都是非常之感恩的 有点类似的 比如有一位太太呢 她就说 我又想离婚了 那呢 我说为什么呢 她说呢 我自己赚钱 那呢 我当然是想存起一些私企钱的嘛 那但是呢 我老公呢 就要我拿一些钱出来呢 是家用啊 子女啊 那我便没得存起私企钱 那呢 我们已经时时吵架了 那我如果不存起私企钱呢 我没有什么安全感的啊 那呢 我也是 又是跟她计数了 就是你从法律 如果你了解这个法律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觉 如果是就算存了一堆的私企钱呢 的话呢 如果那个婚姻是散了 其实你都是要跟对方分的哦 那你为了现在 就是以为有的安全感 来到去呢 时时为到钱 来到去争择的时候呢 其实是伤大家的感情啦 伤小的那个心灵啦 和成长啦 结果呢 在法律上面呢 是得不到这个真正你以为有的保障的 那 亦都是 他了解了这个法律上面 是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 他就 就是改变那个做法 就是呢 不会是 每一次 为了钱 来到去这样呢 来到去 来到去 喊大交 那呢 就我没有做一个的诉讼的律师 我不是一个诉讼的律师 不过呢 我都有做一些的 比如移民的上诉 我记得有一个移民的上诉的案件呢 就是呢 就是呢 他 是 移民 和先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就是呢 是 离了婚 但是呢 他要理个小孩 但是呢 因为香港的家人呢 是有很大的需要 父母啊 等等呢 是他变成了要回去呢 是照顾家人 那就过了期哦 过了期呢 他就 那个移民的身份呢 就失去 真的回去了很久 又在香港那么久 当然也有做事啦 那所以呢 移民的话呢 你就要 不能够留在那里 要走了 那呢 他真的很惨 很惨 就是 情绪呢 非常之的低沉 因为 他如果是 不能够留在那里 他的儿子怎么样呢 是一个非常之惨的情况 我记得呢 就跟他上几次的移民上诉庭啦 尽量呢 是将他那个 就是用人道的立场 将他那个情况 来到他讲 那么就 当时呢 我也都有一位 基督徒的 实建策律师呢 是和我一起做这个 帮我做这个案子的 那就是 他是女士啦 那当然就比较方便一些 去鼓励他 安慰他 这样啦 就是因为 不是 不是立刻知道的嘛 是吧 那么就 要 要上去几次 也都呢 是要等那个 判决 那我最记得呢 那时候呢 是因为在市中心 那就是 搭地铁的 那我就记得呢 叫那个 建策律师呢 的情况 那结果呢 就是那个 移民上诉庭呢 是批了他 他就留下 那非常之的感恩 非常之的开心 他能够呢 跟他的孩子在一起 那就 以后没有了消息 很久了 那就隔了很多年 有一次的机会 有一次聚会 他来跟我打招呼 他说 哎呀 律师 你认不认得我啊 那真的 原来他那时候 已经在外埠住了 但是呢 他很劲力 他在教会 是呢 他知道呢 神是帮他 他呢 非常之的感恩 他也都呢 是 和他的孩子呢 在那里 很好的成长 那么这个都是 就是 那么多年来 我都非常之 是开心的一件事 我感谢神 是有机会 在一些情况里面 去帮助到 那些当事人 能够是有 比较好的结果 或者去避免一些 的危险 或者危机 那这些都是 是感恩的 他们 很多都是知道 我是基督徒 那都是 知道我是 以基督的精神 来到去帮助他们 你有一份爱 从天而来 比山高 比海深 测不透 摸不着 却看得见 因为有你 因为有我 感性给 荣幸爱 把心中 这一份爱 活出来 活出来 耶稣的爱 激励我 敞开我的生命 让自己 成为别人 祝福 耶稣的爱 点燃我 心中 熊熊爱火 我们一起向世界 播出爱 我们一起向世界 我在香港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都是有这个的志向 也都是神的呼召 做教会 牧养的工作 所以在香港的时候 我已经读了神学 后来因为 这个移民 来到这一边 当时不感觉到 自己能够在这方面 在加拿大的社会 升任做牧师 牧者的工作 所以我就 你可以说 心里面是胆怯 不敢这么做 所以我就 转为做这个 在这里读律师 当然 也都是想着 万一如果是将来 回香港的话 都可能 律师都有帮助 在教会的工作 但是在这一边 当然 时间久了 是一个不同的社会的环境 这样就留下来 所以我就做律师 做了17年的时间 其中 自己是经历很多的成长 包括 当然 个人成熟了 包括 家庭 夫妻关系 还有孩子 孩子的成长里面 都是 我自己学了很多 当我个人 是 比较定了下来的时候 我就体会到 神的呼召 再一次的临度 我就 祈祷 究竟 神的意思是怎样 亦都是跟 太太 还有牧师 来到去谈 那么 好体会到 我以前这个 做法律的训练 是 不会是浪费的 是帮助到我 了解人 了解事情 了解 教会在社会里面的运作 都是有 很多方面的帮助 渐渐看到神的呼召 我都是要 做这个 传福音 还有 牧养 基督徒的工作 很有趣的 因为我那时候的拍档 是西人 所以我的客户 也都是 有些是中国人 有些是西人 有一次我帮着西人的客户 做一些事 他很满意 觉得很顺利 他就说 我觉得你做这件事 好像牧师 很惨意 因为他没有知道我有这样的打算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都是体会到 做律师 和做牧师 都有一些 共通的地方 因为是需要 很了解 一个人 那个实际的情况 全面的情况 不是 只是当前 要处理 或者是 不能够做 或者不能够做什么 一个人 他那个的 在什么地步 什么阶段 家人在什么地步 什么阶段 大家的关系 怎么样 怎么样保持有好的关系 怎么样 什么的做法 会损害的关系 什么的做法 会增进的关系 这些都是 很需要时间 去谈得透彩 去留意 和在其中 找出好的做法 那 我原来 在这方面 我都 体会得到 事实上 我做律师这个过程 对后来做牧师 是很大的帮助 我做牧师 都做了 13至14年 在这些时间 都不同时间 都有人问 做牧师 和做律师 有什么不同 很多样东西有不同 不过 其中一样东西 就是做律师 有些客人很难处理 那么你可以 就是客人可以 可以不要过律师 那律师也可以不要过客人 对不对 但是做牧师 就不行了 就是牧师 这个是你的 大英之媒 这个是你的羊仔 不单止是不可以说 就是不理你 还是求神 是帮助牧养 和带领 成长 那么这个呢 是有很多时候 是一个挑战来的 对外的一个锻炼 是吧 就是 怎么样学会 去帮 不容易帮的人 但是也都有 一个的 做律师 不能够做到的 那个律师 就是 就是你不可以 打电话去 留生意的 不可以这样做的 那么就是 你就是基本上 是坐在那个律师楼 等人有问题 或者想找你的手 来找你 但是做牧师 就不是 牧师是一个 继续的关系 牧师和弟兄姊妹 这个是神的家里面 是一个继续的关系 那么这个呢 就变成了 不单止是 跟一个人的关系 如果有个家庭 或者 就是 整个家庭的关系 刚才我说过 就是做牧师 就是帮一个人的 尤其是那些 当一个家庭来说 你就是 听一面之词 整个都听一面之词 做律师 是不是 那么就 你当然是信 你自己客人说的东西 那么就帮到他尽 是不是 做牧师就不同了 尤其是 比如一个家庭 在一个教会里面 这个是神的家 这个是教会 你是两边 你都有一定的了解 两边你都会听 那也都是 over time 一段时间里面 大家的维系 是全面很多的 还有也都是多了很多机会 去让神 去帮神的话 上帝的道 去帮助 是帝兄姊妹 去理解 怎样 圣经 是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的生活 不是只是一个人 就是只是照顾 只是顾自己的 我的言行 怎样影响其他人 我做牧师的时候 也是会提醒帝兄姊妹 怎样将神的话 是形容在自己的生活 和困帝的生活 和家庭的生活里面 这个可以说是大一点的挑战 也是一个神秘的机会 是有更加全面的来到去服侍人 这个我都是非常感应 是你的爱 人诚心要服侍 是你吸我身心 是你相知 谁也不缺分 是你将心心吸我 心碎 我的心味 为我将心舍弃 在各各他之盼 神你的亲家 是你将心生吸我 我有这个律师的背景 和牌 和知识 我又做牧师 会不会有 想问法律的意见 当然 时不时 可能会有 但是 我就不会给法律的意见 因为第一 我已经是 那个牌 虽然有在 但是那个non-practicing 即是不执业的牌 亦都是不能够 不应该给法律意见 第一 当然不收钱 第二 就算不收钱 也不应该给 因为 我不是有这样的 就是那个牌的使用 是没有那个保险 没有那个批准 还有没有那个更新 你要更新那个知识 很多东西都一直在演变 但是 基本的那个法律的原则 和道理 我是明白的 所以 好像 如果有人 是他需要法律的意见 或者帮助 我当然可以介绍 一个两个三个的律师 他可以去看一下 适不适合 但是 很多时候 一个人 个人的事情 或者家庭的事情 是 很多法律的东西 在一起 我觉得 对于我来说 做牧师的帮助 就是 我可以分得到 是哪些是 法律上要处理的事情 哪些是法律以外 是 人心灵里面 或者人制上面 是要处理的事情 那 就 可以说 efficient一点 就是 是 将些东西分开来讲 分开来看 那样 那当然 教会本身 就是 作为一个组织 都有法律的 需要面对的 那 同样地 我不是教会的律师 但是 就是 会是 了解到 那个的需要 也都是 人的法律 和 上帝的律 是 两样东西 但是 也都是 我们应该反映 上帝 那个 的 正义 和公义 我们也知道 我们的神 是 他是公义的神 也都是 慈爱的神 那 做 牧师的时候 我也是 去传递 这个信息 上帝的爱 在 这个 律法之外 显明出来 在公义 的同时 神是爱 那这件事 就是 时时提醒 大英节目 也是 微信的人 去 说给他们听 我们如果是 比较 法律上的 律例 和 神的 律例 就是 律法 那 就有很多方面 可以比较的 其中一方面 就是这样看 在社会上 在法律上 就是 那件事 我们做得对 就是错 或者用一个英文字 一个transaction transactional的看法 就是做那件事的时候 是不是做一个合法的方法 还是不合法的方法 但是其余点 那个人是怎样 法律 就不处理 那件事 或者律师 不会处理 那件事 是不是 但是在 神的律法里面 在教会里面 在圣经里面 基督徒的群体里面 我们所看的 就不是 只是 那 就是单一件事 单一个行为 或者单一个说话 是对 就是错 因为神所关心我们 是我们整个的人 人总会是 不如美的 总是会有犯错的 那 但是神所关心的 更加关心的 是我们 有没有成长 有没有更加接近神 有没有更加 看到 自己的不足 和需要改变的地方 而去学习耶稣基督 那 所以就比较 一个长一点的看法 一个 不是 只是transactional的 是一个 一个生命的成长 以及 关系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这样举一个例子 就是 如果 有 两方面 比如 争执 或者 在家庭里面 或者在教会里面 我 时不时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 当我两边都指出 他需要改变的地方的时候 我大概都做得 是刚刚的 因为事实上 我们每一个人 在神面前都是需要成长 所以 没有说 阿甲 合适 或者 愿 合适 当我们 是要有一个 或者家庭里面 或者教会里面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去学习 去更新 去 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成为一个更好的家庭 或者成为一个更好的教会 在这样的情形里面 两方面 双方都是要有改进的 作为一个牧师 我很多时候都觉得 真的 很多人 都是 那些人想找牧师 想找牧师帮我这边 但是其实 这样 未必是对他们最好的 大多数情形者都不是 怎样指出 两方面都是需要 有所转变 很多时候 是神透 这样 叫我们 是更加的 像耶稣基督 更加的成长 说到成长 除了 会有 帝兄姊妹需要成长 牧师也要成长 可以说是多面的去做 祈祷 读经 崇拜 去 去更新自己的领寿 去更多的退休 进修学习 另外一件事 我自己所经历的 就是静修 这个静修不是每个人都习惯的 但是我是可以学习的一件事 在宁静里面 来对那种的祈祷 是去听神 而不是只是自己 猛地向神来说 当然 神是很乐意 很愿意 很欢迎我们向神 是倾心吐意的 同时 神也都希望我们安静下来 体会祂的真实 和同在 神不在其中 之后有微小的声音 那个微小的声音 是有翻译做 在一个灵症里面 它体会到神的同在 神的说话 那这个是我其中一个 是自己更新 亦都是要做牧养的工作 更加自己需要 那就 另外一样 就是体会 神的工作 是很慢的 神时时都在工作 但是 神很有耐性 神很了解我们 是需要时间去成长 一方面看 那些电影节目 明明它是需要 在这方面去努力 去转变的了 甚至它自己都知道 是要的 但是呢 是 真是 比我所期望的 是要久很多 转个弯回来 又是同样的事情 是 仍然是需要努力 那就是 不要灰心 因为 我们不要放弃 不要放弃自己 又不要放弃其他的人 因为 神都没有放弃我们 所以都是给我自己 一些的鼓励 就是到我到这样的年纪 为什么有些事情 我还是要去 去挣扎 去改变 好像以前 都已经说过要的了 那就 原来 我所观察的 就是 神的圣灵的运行 很奇妙的 是 他当然是可以 也都在我们看到很多的例子 是一个很突然的 很短时间的 大的改变 这个是我们很感谢神的 同时呢 神也都是 在很多的人身上 慢慢的工作 让他们是慢慢的成长 这个也是神所喜欢的 我们人生 是经过很多不同的阶段 尤其是 对于移民的人来说 那就 我们 面对 一个新的环境 是 新的挑战 也都是 上帝 如果我们肯听的话 上帝给我们 有不同的呼召 那 可能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很不同的 工作 比如律师和牧师 不过 在神里面 没有一件事 是浪费的 每一件事的发生 都有神的美意在里面 我们所累积的经历 所累积的经历 都是 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 是 用不同的方式 运用到出来 也都是 加深了自己的体会 所以 前面的路怎么样 都是交在神的手里面 我感谢主 如果你想知道 耶稣可以怎样改变生命 或者想对信耶稣 有更多的了解 请打电话 416-788-3322 我们很多谢 李时鸿牧师 跟我们说了 他由律师 转为一位的牧师 那个的心努力情 愿意由一位的律师 作为一位的牧师 很现实的来说 就在他的收入里面 真的少了很多 但是今天 牧师的职责 和意义 对他来说 在他生命里面 就成为他生命的 最重要的价值 因为这个是 神夫照他做的工作 好了 跟着和我们来分享的 就是 阿永聪牧师 阿牧师在未做牧师之前 他都做很多社工的工作 对不同人的关系 对不同人的关系 群体的活动 对不同人的关系 长者的需要等等 他都是有份的参与 那我们又来听下 阿牧师 如何体会他的生命 来成为一位的牧师 至少我的志愿 希望都是做一个教师 可以去帮助人 在教会工作之前 我都在社区里面 是做过几年的时间 我大学的时候 是读心理学 这方面都对我做社区工作 和后期做教会的工作 都是很有帮助 我记得出来社区工作的第一份工作 是在主流机构那里做工的 当时是接触到社区里面不同文化族裔的人 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去到一个主流机构 认识了不同族裔文化的朋友 其实是很特别的 认识一些朋友 他们以前有被逐出境的记录 又认识一些朋友 他们是有同性戀的倾向 所以不同族裔的人也有 有犹太人 有黑人 有白人 工作的地方也不是华人一般会去的 当时这个主流机构 基本上它是给一个津贴我们 然后我们这群工作人员 就去那些不同的社区里面 是帮他们做一些义务的工作 其实这个设计是多些 好像是给我们一些 年轻人有一些多一些的社区经验 所以严格来说这份不算是一份工作 是一份好像一份的实习 后期就去了一些华人的社区机构工作 他们都是服侍一些长者 我发觉在这些机构里面工作 大部分都是很用心来工作 他们都是很记挂着客人的需要 还有我发觉很大部分的里面 原来都是有这个信仰 有这个基督徒的背景 我记得我完成了之前的设计 第一个社区在长者里面工作 是做很多的健康设计 就是跟他们做很多的活动 有时会跟他们做一些运动 有时会跟他们搞一些旅行 希望借着这些活动 令到他们身心保持健康的状态 有一次就订米 因为那次很多人订 情况有点混乱 最后发觉有一包米 到最后有一个老人家拿不到米 他就很不开心 老人家就很忧愁地 就回到自己的房子里 为什麽没有去拿 当时我就看到这样的情况 就自己出去帮他买了一包米 这位婆婆后来都很感谢我 我想在社区里面工作 最开心的都是看到这些场面 这些画面 当看到他们是愉快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是很满足 但另一方面 有时候看到他们闷闷不落 就算去了活动 都不可以 似乎是帮到他们的时候 那这个就成为我在社区工作里面 自己一个很大的负担和挑战 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帮助他在身体 还有有时在心理上一些健康 但是对于他们的灵性 却是没有办法来帮助 所以当时我就辞退了我的工作 就去了神学院里面来读神学 读神学是一个碩士学位 我主修就是在教目学上边 读完之后我就在教会里面来开始服侍 在我服侍的教会里面 也有很多接触社区的机会 有羽毛球的活动 有太极 有跳牌舞 有去探访一些鄰近的 Lursing Home 也在教会里面有EQ的课程 帮助在情绪管理上边 也接触了很多社区的朋友 这些社区的朋友 就会比较多一些 我们熟悉的华人在香港来的背景 后来我就去到另外一个教会里面 工作的时候也很着重社区 会跳赞美操 做体操里面都有一些动作 是跟我们的信仰去表达我们对神的一个尊崇 也有同军 在节奏的时候我们都一起和社区一起服侍当时的人 在教会里面 特别我在华人的背景里面 就比较多些是单元性接触华人 比较多的 而在帮助上 社区就多些强调在身心上的帮助 在教会上就会比较多些 除了身心之外 也会有一个灵性的元素 所以 未来的日子都很鼓励 教会和社区会有一个紧密的结联 希望无论是在身心上 或者是在灵性上 希望都有一个结合 第一间教会里面服侍 是在EQ课程里面 其实除了当我们做的时候 帮助到其他人之外 其实对自己也有很大的帮助 这个情绪管理 其实对于我们是非常之重要 因为我想在我们成长的背景里面 其实有很多时候 都是有很多破碎 或者有些地方 觉得是没有人去接纳 而形成在性格上有些影响 发觉除了我和其他同学 上任这个课程之后 都对我们的情绪管理 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让我可以有一个积极的方向 来面对不同的事 我记得当时我去神学院读书的时候 当时我都不是100%肯定 我要将去教会服侍 或者我们叫做工作 可能说句老实话 在教会工作都知道会很辛苦 以及在薪酬上 可能没有给其他专业的人士 没有那么多 所以我也考虑到很实际 所以当时也有很多的友谊 我记得有两件事 令到我去教会服侍 有一个很大的负担 第一件事发生 就是当时我去神学院读书的时候 有一个orientation的retreat 即是那些营生的退休会 当时我认识了一个白人的朋友 这个白人的朋友 他年纪比我小 都是跟我一样 都是刚刚入学 但他当时已经是希望做一个网页 帮助那些有色情困扰 或者pornography困扰的朋友 因为他之前也有这个困扰 当我听到的时候 其实带给自己一个很大的震撼 我觉得自己还有很多很现实的计算 我已经看到另外我的朋友 已经是年纪比我还小 但他已经有一个这样的心智 也都不会去想很多现实的因素 这个给我是一个很大的震撼 我觉得人生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的年日都是很有限 为什么还去计算这么多的事情 而不好好依靠上帝好好去服侍我们身边的人 这是第一个经历 第二个经历 我记得当时有机会去做一个令会的导师 一些年轻人的导师 当这个令会完结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年轻人跟我说 最初看这个年轻人的时候 他的打扮都是很时髦的 也很入市的 很散欢迎 跟他慢慢谈谈的时候 原来发觉 他时常在家中 原来都是给他的家人来虐待的 他不是跟他的家人一起住的 他住的地方里面 有一些人会来打他 我听到的时候 是带给我另一个很大的震撼 我当时就觉得是 希望用我的生命去继续 去帮助别人 来脱离很多不同的困境 如果说一说我自己 其实我自己出生的家庭 我想从小到大 童年都不是十分开心 虽然我爸爸妈妈做生意很成功 在物质的供应上是没有短缺 但是因为他们长时间工作 我想以往我们大家香港人都是 work around the clock 方工已经非常疲倦 对小朋友的照顾上 可能不可以花太多时间 当时我在小时候 在这种环境长大 这种环境长大 所以形成的性格 亦都是不开心 以及很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同 在读中学的时候 其实一直都是处于一个不开心的阶段 我亦都记得有一个事件 是被朋友欺骗过一次的时候 更加让自己有一个心态 觉得这个世界就是你如我诈的了 不是你骗我就骗你 所以最好都是懂得保护自己 甚至乎是骗了别人 先骗别人就自己有好处 因为这个小小的道理 有时候是 都有时是以如目掩 就是在我爸爸那里做生意 就是在商场里面 有时我都观察到这种情况 所以都有这种心态 如果以这种心态做人的时候 可想而知 是会很疲倦 也不会开心 后期来加拿大读书 很期待到 希望有一个改变 但其实内心里面不改变 环境如何改变 都很难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后期有一个朋友 有几次他完了放学的时候 因为当时我是读夜校 都是来到车我回家 我很记得当时我都不太懂路 因为我是乘巴士 乘巴士的人是不懂得如何来到去 告诉駕駛的人 如何駕駛回家 因为我每次都懂得乘巴士 我都不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 我便说到一件事 要那个朋友 兜了一大餐 才能送我回去 但这个朋友 都觉得是无所谓 后期才知道他是一个基督徒 我便对基督教有一个很正面的印象 后期这个朋友便带我回去教会 当我听到当时的牧师来说耶稣的道理 问他想不想信耶稣 我心里也有一个挣扎 是否应该在这个时候就信主呢 但当我想起 其实我生命很需要一个改变 若然这个信仰是真实的时候 我便有一个很大的益处 如果这个信仰不是真实的 到时我就不回教会 那没什么 所以当时就信耶稣回教会 当我来到在教会的初头里面 都去观察教会里面的人 究竟他们的行事为人 究竟跟他们的真实是有没有一个分别 因为都很害怕会不会信耶稣 信耶稣信错 发觉他们实在是能够活出 好像一家人的生活 我又很记得有一次有一个朋友 晚上来请我吃饭 他是住在Walden & Steele 那些地方 我当时是住在Barthus那边 这个朋友就特意駕过来 车我去他的家吃饭 所以我在里面慢慢看到 原来这个信仰能够很实在地 带给人一种生命的改变 刚才我说过 在我从小到大的经历里面 其实童年不是太开心 都能够想象到我和家人的关系 都是很一般的 特别是和我爸爸 因为我想我当时不能够明白 为什么他不能够用时间来陪我成长 不能够让我感受到一个父爱 但是我慢慢在信耶稣之后 亦都在这麽多年里 开始明白到 到我今天成为一个父亲的时候 若我明白到有时候做父母 有些事情是他们都不想的 有些事情他们都很愿意付出更加多 但是因为一些外在因素的缘故 他们都不能够来到这麽做 这个信仰更加带给我一个力量 是能够有一个动力去量解他们 能够甚至乎去放下以前自己的一些执着 除了我能够量解到他工作的新路之外 我更加能够去解读到他对我的爱 其实他就是用了他很多的时间 很多的青春 来换取 有机会在加拿大去读书 还有有很多学习的机会 如果没有这个基督教的信仰 其实我很可能会对我爸爸有一种埋怨 可能小时候有很多不开心的经历 都是因为他没有时间来陪伴 但是现在我能够学习到一个接纳和一个要素 都是因为这个信仰带来的动力 上年回到香港的时候 都和我爸爸一起度过了一些很开心的时间 因为当时我带了我两个女儿一起回去 可以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那么开心 当我看回这些相片片段的时候 神他突然在内心里提醒我 他说 其实你爸爸都是很爱惜你 就好像他那么爱惜你的女儿一样 只不过当时是不能够 目的环境不能够有这样的条件 让他表达这种爱 我觉得这个神是很奇妙的 就是圣灵的工作 能够让一些事件在内心里浮现 对我们有一个很积极的正面的帮助 带给自己一个很大的安慰 这个信仰是很积极的 能够帮助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我认识很多的弟兄姊妹 也会遇到很类似的情况 就是和上一代之间有一些严厉 虽然有些情况不能够一下子改变 但是他们终于困难 都愿意有一个开放和接立的心 来继续尝试去爱他们的父母 这就是信仰带给我们一个很实际的改变 人其实生命的需要 物质只占了一部分 而生命里面家人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 而阿牧师亦都因着他和神 建立了这个人神之间的关系 他又能够在人和人之间 建立一个新的关系 而这个的关系 更加给他看到生命的价值 和意义是在哪里 神给予人的价值和意义 都被李士雄牧师和阿永聪牧师 所深深的体悟得到 所以他们愿意走上去 牧养人生命的工作里面 好盼望两位牧者的分享 能够给你更加深入的看到 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他们愿意走上牧师的工作 实在是不容易的 好 愿意上帝祝福大家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 他将随便走关顾病人 眼痕能见破脚能走他 将你我改变凭他 将这世界改变完全凭他 可将一切改变 新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仍未停止 让我们同心讨告 期望疫情尽快止息 圣经新约罗马书15章13节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 恩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 充满你们的心 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 大有盼望 恩与之声祝愿大家尚全盼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钱 战派 散 C